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 今天哥哥不在家,我又接到了一个快递 给大家看看 这一次买的是结婚时候伴娘的陈袍 其实我在纠结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我当时买的我的那个陈袍 是就这种蒸丝啊,蒸丝料子的 所以我买完之后就后悔了 就想着到时候一月份会很冷 反正就是为了拍照好看嘛 就穿戴一会儿 然后我说买那个蒸丝的吧 因为蒸丝的拍上镜比较好看 质感比较好,穿着也很舒服 就是不保暖 如果直接买那种加绒的呀 或者是那种水洗绒的吧 就感觉质感不太好 所以我就直接订了这种蒸丝的 然后给我的伴娘们也一年订了一套 是这种肉粉色的哦 再看一下 然后因为我的伴娘是四个伴娘嘛 所以买了两个XL 两个XXL 要这个165的 要两个165的 要这个 错,给大家说错了 这要两个L的 要两个XL的 取得中间两个 中间好 我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好了,我从镜子里给大家看一下 我从镜子里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里边是一个吊袋 里边是一个吊袋 外边是一个橙袍 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个子比较低 穿起来不好看 我的姐妹团呢 美女们都很漂亮哦 她们出来一定会比我更好看哦 再看一下啊 就这样 因为比较折磨 因为叠的叶没有给它韵 所以 其实质感还挺好的 穿着也很舒服 嗯 家人们 感觉怎么样 好看吗 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吧 这是我的尘袍 是不是看上去很红红红火的样子呢 其实这个质感 还有这个款式我都挺喜欢的 你看有个蕾丝花边 做的还挺精致的 这颜色也挺正的 人家就说这个酒红嘛 就是红红火火的意思 家人们觉得我穿哪个更好看呢 我自己觉得 自认为觉得我穿那种肉粉色 会比较好看 因为我皮肤比较暗 有点泛黄 然后穿那种红色 会显得我超级超级黑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这种脸皮肤黄 就不适合穿那种红色的衣服 因为脸显白的人 穿红色的衣服才好看 但是我穿的都是结婚的时候 要穿红红火火的 要穿红衣服 喜庆但是没有办法 从小到大就 这个红衣服就很少 大家觉得 我想的伴娘 晨袍跟新娘晨袍 还可以吗 好看吗 好了 好看 好看